各位朋友親 大家好 我是蔡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的五月幾何的婚禮新聞 期間 管長立正用教育記者會 占對到政修最多幾位向我改來提前 並且提供檢舉要件的獎金一百萬 不過 今天在議會中立先和人民在學會教育記者會 普遍管長安妮是協議人民 禁止人民討論公共議題 所以要求廣告來回應 對到議會中立先和人民的批評 廣告新聞主張也出面來撒嬌 現場好大 人民好大 占對政修最多幾位一輸 最近出現很大的恐怖 農民表示占對主心的款力損失 他們非常不罵 你如果沒有水我當然要農政 農政我給他開錢 給他入電錢 你給我求水錢就無理 水款無理 這水我給你求什麼水款 當初是中央要來做水資源管理時 他們是要用封田的方式 來把地下水井都把它封存掉 但是管政府為了照顧農民 當初是跟中央來進出 用納款的方式 讓農民的水資可以得以使用 因為農民對政策有疑問時 農民和立委都表示 政府單位有這任要說明清楚 因為呢 以前說要收的 也是管政府 也有很多農民已經高賤了 後來又說不要收 到底是什麼原因 又說不要收 所以對政府的政策反覆 民眾很大的疑慮 但是我們的政府也不說清楚 另外有關管府 提出檢基獎金100萬 要來對付互聯造業的人 農民和立委都表示 這種的作法太嚴重 讓農民感到恐慌 你要給我求錢沒關係 我們會討論 我們老百姓 我們會討論 說你給我求這條例 我們討論的空間就沒有 我要說 我們的人民是有言論的自由 免於恐懼的自由 照理說 我們在查與犯後 他們在討論 他們在清除我們的管理 我們的政府 怎麼可以出來 出來說 你們再說 我要把你們告 像這樣子打擊公部門 行政上的執行 那公部門提出檢舉獎金 來打擊造謠者 有心造謠者 這樣的作法 也是合情合理 也合乎預算法的規範 所以再次提醒 有心造謠者 不要輕忽公部門執行的權利 官府表示 公共的議題 大家都可以來討論 但是造謠 肉欧的手段 非常困惡 檢基獎金 主要是要制裁造謠的人數 絕對是不敢欠責言論的自由 占對政策的推動 一定會說明 給大家清楚 記者環隆坤削雄臨 柴方報道